可是之前有同学会问到,可是老师我的需求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要按按铁,我是希望说在Excel里面有没有一个函数,我插入函数的时候就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就好了 那你想说有没有一个函数就是叫手机函数,那这个手机函数呢就可以自动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有的话更好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就要自己写,那其实VBA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刚刚是第一个,就是按钮这个叫程序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函数里面可以自己定义的,那个叫做自定函数,那我们插入这个函数,插入这个函数有没有 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内建的函数,如果里面有提供的话,那就可以,可是如果没有怎么办 那如果你不会VBA,你就怎么办,没有啊,就只能就没有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会写VBA的话,你可以自己定义出来 比如说像这边,我这边有加入一套AA手机,有没有,这个是我刚刚已经写好的,那我给各位看效果,这个效果是按确定 我的工作就变很轻松了,电信业者,点下去,有没有,区码,区码在哪里呢,在这里,对不对 末码在哪里,在这里,答案就出来了,按确定,点两下,就完成了,这样有没有简单,对不对 所以以后,就是,但是这个函数是自己要定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的需求只是这样,很简单,我的工作里面就是会有123 然后呢,我就给他123个,什么,填,填控嘛,对不对,填完之后按个确定,向下填满,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它也可以简化你的工作流程,而且,这个当然也可以给其他人去使用 以后你跟他讲说,这样子用,结果就,你可以把很繁琐的公式变得很简单,而且也不容易做错 其实这个东西,没学过也没有关系啊,看得懂就会了嘛,对不对 一个萝卜一个坑,再怎么笨的人也不可能做错吧,对不对 在做错的实在是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不会这个,你没有写制定函数的话,你要写出正确的不容易啊 因为他串接,还要加一堆有的没的,对不对 可是对一边使用者来说太困难了,这个对他们来讲简单多了 但是,要如何制定一个叫AA手机的函数 怎么做,OK,然后来看一下,会很难吗?其实,对别人来说是很难 但是你今天学会的,应该就变简单了,本来我们上这门课,主要目的就是 把原来很复杂,很困难,很高深的东西变得非常的简单 那以后你们只要套公式,说真的,你们也不是专专门每天在用,你以后就把这些套,然后套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只要他会做个修改,应该我觉得就很够用了 那怎么做?第一个,一样到开发人员里面,Visual Basic 其实我刚刚是做了一个,在那个我们云端上也有,就是多了一个这个,也是三行而已 那实际上最重要是这一行,这一行,那这一行怎么产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按部就帮教各位,如果我今天要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叫AA手机 那为什么要加AA呢?因为如果你前面没有加A的话,它就会排在最,就是中文字手机的话,会排在全部里面的最下面 可是如果你希望排在第一个的话,你就加个AA,它一定就排在第一个 不加没关系,就在最下面找找看也OK 那怎么产生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把它删掉 没有,好,没有了,现在这个时候你插入环就会找不到 有没有,你现在这时候有没有,这个时候把这个把它打勾,好像就应该会有错误了,没有了 有没有,因为它找不到,那怎么样让它产生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地方我们来切到Visual Basic 插入程序,程序里面的话,特别说刚刚是SUB,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插入一个程序叫SUB,名称叫门号 那有SUB就会有ANDSUB,这个是头,这个是尾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Function,Function是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选Function,然后名称的话叫AA,AA首期,这边叫首期 OK,好,按个确定,OK,按确定,好,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完成第一步,我们产生了一个函数叫AA首期 但这时候如果你按插入函数,在全部里面就会出现了 可是你按确定的话,它没有任何的引数,所以引数就是你要跟它要什么资料 那跟它要什么资料,要三个资料,电信业者给我,门号区码给我,门号木码给我 所以请你把这个蓝树,蓝树名称砍做私一下,把这三个怎么样呢 切到Visual Basic里面来,在这个小瓜糊后面,这个小瓜糊里面就是跟你要资料的 你就把刚刚的三个东西贴上去 然后呢 记得只要是一个 中间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斗点 就是这个叫做引数 引数跟引数中间加斗点 所以我们会跟他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什么 电信业者 区码 莫码 好 你加上去之后的话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再回到我们的Excel里面 再按下确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出现了 有没有 那这个名称呢 就来自于什么呢 你自己写的这个 所以这个名称呢 如果你叫什么 将来呢 显示出来也会是那个名称 有没有 这三个 这个不要门号好了 所以按取消一下 记得取消再才能切回来 这个不要 我把门号这两个字拿掉好了 这样会比较精简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输出 特别注意 你要输出到哪里的话 记得就输出给自己 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一定会有返还的结果 返还给谁呢 记得就返还给他自己 自己的话写在前面 所以按个Tab 自己等于什么呢 等于刚刚的公式 那刚刚的公式的话 它可以偷懒一下 上面不是有一串 这一串对不对 我把它暂时借用一下 这一串 把它Ctrl C一下 然后贴到底下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 这个Sales F是去里面 去抓那个F栏的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可是呢 这边的 因为使用者 有给我们电信业者 所以你把这个电信业者 Ctrl C一下 它会填一个资料过来 我接收到 放在哪里呢 放在电信业者 所以09后面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把它贴上 把这个Sales里面的资料 贴上电信业者 因为它会给你一个 那那个资料 就会放在电信业者里面 所以将来串接 就串接在这里 那区码的话是什么 区码就是G栏的东西 所以把Sales到G这边 把它贴上 然后莫码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H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贴上 那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就是上面的门号 是实体去抓上面 抓那个我们在内列的内栏的东西 可是Function函数是使用者给我们的 我们不是去抓那个画面上面那个东西 而是使用者给我什么 我就输出什么 OK 其他都一样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把上面拿来参考 只是说呢把这一个改成这一个 这三个都改 OK 改完之后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好 再来的话就测试看看 再来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测试的话插入函数 AA手机 然后这个 就跟刚刚一样 三个给它 结果看一下对不对 对了按确定 再点两下 结果就完成了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大概这个可能要试了才知道 好 那重点 第一个插入程序里面 Function 记得选这一个 在第二个给它三个参数 第三个就是说 把自己输出给自己 因为它结果丢回来之后的话 它这个Function 就会直接Return 就会传回一个结果 放在你指定的储存歌里面 OK好 试一下好了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 基本上 已经讲了 这VBA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东西 一个是Sub Sub就配合按钮 Function的话 就是你以后 假如你有很复杂的公式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自定函数 所以以后如果在Excel里面没有某个函数 但是你又需要完成某个动作非常冗长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自定函数 可以把你的公式缩短到真的非常的简短 那只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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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出来了 那这两个我想是VBA里面最常被用到的基础 这个这个是一个最最最最最简单的基础 所以今天的话 因为第一次上课 所以我们就先讲文字函数 下个礼拜的话 继续讲逻辑函数 日期函数 数学函数 再来就是解释与参照函数 接下来就是再讲那个综合练习 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 反正看课程时间如果够的话就多讲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看其他题就给各位当那个回家的练习作业好了 反正可能就出了跟你们讲 这个地方有这个题目 你就自己再花一点时间把它完成 尽量能够工作上有类似的状况 你就把它拿来用用看 我想多用多用 用久了之后就不用背了 也根本不用不用去死记 那再来就是说相关的补充资料 记得就是云端那个网址 下一次的话 你就把它写在那个看你们的笔记上面 或者是哪里 那上面有讲义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 我建议如果你选入门的同学 尽量看能把它印下来 那个上面需要的讲义部分 你自己把它印下来参考 然后平常就做个笔记 那今天的上课部分呢 我也会 我也已经把它录下来 那看再用什么方式 我会把它放在一个论坛里面 因为今天应该 下个礼拜好了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那个位置 还是说第一次 不然就先记Mail 如果你今天有填Mail的话 那我就把今天的影片 的YouTube连结 就记到你们信箱好了 那之后的话也会告诉你们那个 我们论坛的网址 那你们就自己再加到那个论坛 以后我上课就放在那个论坛 是不开放的一个网路空间 你们有问题也可以尽量提出来 OK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 请各位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好了 OK